早安 你好 小朋友害羞的转过头 两个月没看到的老师 变得陌生起来 7月20号的往后三天 托婴机构工作人员 接种疫苗陆续渐满14天 那么产生抗体后开始降载收拖 那么为接种疫苗者 也都必须进行筛检 来落实执行感控 你终于可以上班了 北市公司立托婴机构为解封 针对一线紧销医护 以及没有照顾后援的家庭 提供零到二岁孩子的收拖服务 符合条件的家长大大松一口气 小朋友入园前要先洗手 一天测量三次体温 工作人员全程戴口罩 接送时间还会戴上防护面罩 教室内的活动 老师带着孩子 彼此保持距离 教具玩具分开使用 环境定时清销 机构小心翼翼重启托育服务 防疫不马虎 也希望早日恢复以往收拖量能 让更多家长安心工作 打开新闻张太林警员及台北报道